我说我们佛教的葬礼 就不是一个葬礼那里 最重要是一个观念上 这个观念不是普通人可以有的 因为人好死很难的 即是有没有病痛 又可以受无疾而终 即是世受救了 我这个身体等于一间屋 烂了 腐烂了 住不了人了 我就搬去另一间新的屋 这个观念要有的 即是你不会忌廉这个肉身的 这个是我们佛教 我们佛教走都是用火化为主 是最干净的 你人死了之后 那个听觉最迟走的 起码是七天的 所以他们要停官的 以前在家里停了官在那里放在那里 立刻烧的 停到你那个息臣都离开你了 那你就经过佛教做简单仪式化了去 拿回那些鸡灰 那鸡灰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去拿 不完整的 是那个鸡仔拿一堆给你的 那现在你世俗的人 就是有个藏观 就说以为 找个鸡灰在那里放在那里 就是安乐 如果他在那里就大吉利是 是不是 但这个是有些慎重追愿的 就是说最好现在呢 你把这鸡灰呢 找个盒子很小的就放在那里 就随便找地方放在那里 做一个纪念品呢 没所谓的 将他这个死亡生前的东西呢 就做一个记录簿 在上面放在那里 每年出来清明从阳 叫了亲戚 摆一两围吃饭 播放一些带 看起来生前 当是怀念 那大家呢 捐些钱出来 就拿去好的慈善机构 做了好事 那你就当败衫 但现在就不是这样的 现在就跑去烧到 哇又火灼又盛的嘛 其实我是错误的 特别在中国 因为他是喪离之前 他会病一病嘛 所以虚耗了你的钱嘛 特别你说生癌症 他就用一些贵的药来医你 这里你没了钱 看着你有身家 就烧到你拖住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错误观念的 人的世受够了 你好也没意思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教 就比较开明些的